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得愉悦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了 没错 就是负责我们整个晚会的音响方面的一些 对 音响和录音 还有最后的这个过程的声音的合成 对 别看这个耳机很简单 其实在这个耳机里面 尤老师能够比我们提前更早听到 我们晚会上所有的天籁的歌声 是不是 应该这么说是 对的对的 感觉咱们现场的这个收声音响系统真的非常厉害 我刚才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咱们在录音的时候 现场连鸟叫声和旁边很小的人的说话声 都能够被收进去 对 因为一个是画动本身质量好 非常灵敏 还有就是画动顾的比较多 所以舞台上到底要布大概什么规模的话筒能够有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够看到的听到的这样的效果 比如说像刚才这个节目关于钢琴我可能用个五支话筒 一个钢琴要五支话筒 对 然后加上这个他的这个人声的话筒 两个演员的人声话筒 然后现场还布很多的这个环境声话筒 包括还有两组全面真话筒 所以话筒数量非常多的 对 所以我们经常秋晚的时候就会说大家听到的不仅仅是节目的演奏本身 好像就是和我们所有在现场看到这个录制的人一样 能够去感受到现场的每一个空气当中的这种音波传递的感觉 就是空灵的氛围感 对 鸟叫声甚至是我们远处长江的流水声等等 都会融在这个环境当中 对 因为镜头的显示这个环境 我们在声音上也要体现出来 谢谢 那其实刚才看整个录制的过程中其实还是很紧张的 我们虽然不懂中间的这些调整 但是我看到您在过程当中和导播和我们的歌手等等都互动非常的密切 咱们会有很多的需要调整的地方是吗 是这样的 因为可能像今天下雨嘛 也是一个这个工作流程就会受影响 可能为了赶这个时间嘛 可能有一些东西是要互相调整 对 互相配合 对 是这样 但是确实是经过了很多的磨合 然后能够呈现出一个更完美的一个版本 给到我们的观众面前 所以就如果说我们秋晚观众来听的话 因为现在很多的观众不一定是在电视上看 有很多在手机上看 你会推荐他们用什么方式来听这场秋晚呢 我们做的这个播出的时候 我们都会兼顾的 对 都会兼顾的 不同的环境家 不同的娃娃都要兼顾这个 对 所以无论你是在家里 大家团圆在一刻一起用电视外放听 或者说你自己在赶回家的路上 拿手机先听 甚至于在广播里面先听一下 其实都能够有不同的好的效果 但主要就是能够跟我们此时此刻同时 共同一边赏着秋晚的月亮 一边看着秋晚的节目 每年的秋晚歌曲都是让我们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入 我还有一个问题 刘老师 你有没有一个 就是这一次节目里面 您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段音乐 或者是一段歌声 现在因为还没有全部文字 还有的 期待着 有点悬念 是的 我刚才真的盯着我们这个 整个的大型设备 就盯了很久了 其实刚才在刘老师在操作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是在跟着音乐的节奏 不断的去调整上面的一些选拥 但是在调什么呢 我们请您来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没有 这是一个调音台 我们叫红音台 每个通路接着都是不同的话筒 比如说像刚才 像这两部 一个是 X老师的话筒 一个是 X老师的话筒 在过程中它的平衡 它的平衡关系 还有音乐的 还有钢琴的 然后刚才我们那个当中 他在调这个监听 刚才我是负责播出的信号 他在调监听的信号 监听的就是演人耳机里听的 这个听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 是每个演员的需求不一样 每个演员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刚才我们俩是分工合作 其实就像一首歌里面 就是无论是现场环境的原因 还是可能伴奏有强有弱的原因 或者说是这段时候清唱那段是 加上伴奏 都会导致我们需要去调整不同的 这个平衡的状态 对对对是这样 所以真的就是 进阶到这种专业的程度 我们听起来觉得这个声音 听起来非常流畅 其实背后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 对 不光是这个我们这个现场 那做监听老师 他要把演员的监听就好 但是他听着很舒服才能发挥好 这样就是两个都是要相互合作 相互这个要配合的 其实也是很大的工作量 真的特别不容易 那今年呢 其实我们也设计了一个特别的环节 就是请您向月亮 许下一个你的心愿 中秋正好是月圆石吗 祝大家这个中秋快乐 何家庄圆 何家庆 非常古实的愿望 好 那我们上个月饼 来 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月饼 作为中秋礼物送给您 谢谢 也祝您中秋节快乐 中秋快乐 好 那您继续忙 我们继续来去探索一下 下一个道具 辛苦辛苦 谢谢 好 谢谢李老师